大家好,我是大雄 乌克兰军方于周一宣布 他们利用西方援助的武器 在俄罗斯领土上成功摧毁了一套S-300防空导弹系统 此番行动不仅展示了乌克兰对战略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能力 也凸显了西方支持的深化 及其对冲突边际的重新定义 乌克兰政府部长伊林纳维列舒克 通过社交媒体脸书发布了据称展示袭击后果的照片 并配文描述到火焰绚烂,畏为壮观 这是俄罗斯境内的S-300导弹系统 这是在获准使用西方武器打击敌方领土后的最初几天 此次行动紧随美国总统拜登放宽 对乌使用美制武器限制的决定之后 该决定授权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周边的俄罗斯领土上 实施有限度的反击 欧洲多国已纷纷调整了对乌援助武器的使用限制 尽管维列舒克为明确的指出 袭击所使用的武器是否直接来源于美国 但此举无疑是对拜登政府放宽限制政策的即时反馈 乌韩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欢迎 将其视为向前迈出的一步 认为这将强化乌军保卫哈尔科夫地区的实力 尽管外界分析于这一策略 能否显著提升乌方抵御俄罗斯攻势的能力 持保留态度 军事专家指出 尽管美国对乌韩的军事援助建筑增加 但关键的限制依旧存在 特别是禁止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 该型导弹射程可达300公里 足以深入俄罗斯府地 乌克兰当前可使用的最远射程武器 为短程导弹 射程约70公里 这在战术运用上 对乌方构成了明显的局限 尽管如此 乌克兰也展现出了利用西方武器 对俄战区实施有效打击的能力 包括频繁使用英国风暴营营导弹 攻击克里米亚 以及年末对哈尔科夫和赫尔松的攻势 这些行动均止在收复战争初期失守的领土 俄罗斯方面所以面临乌军利用西方 牵住武器的多次袭击 但本次乌克兰公开宣示 对俄境内军事设施的成功打击 无疑为这场持续数月的冲突 增添了新的复杂性与不确定的因素 随着战争进入新阶段 国际社会关注焦点 转向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风险 以及西方国家在支持乌克兰 抵抗俄罗斯侵略的同时 如何平衡战略目标 与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微妙界限 荷兰国防大臣奥隆格伦 6月3日在新加坡 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 荷兰允许乌克兰通过其输送的F16战机 越境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奥隆格伦称 荷兰将在今年向乌克兰提供首批F16战机 对于这批战机 荷兰不会对乌克兰使用这些武器的方式 做出限制 包括自主选择军事目标 换句话说 荷兰允许乌克兰通过其提供的F16战机 来打击包括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在内的军事目标 荷兰和丹麦是率先统一 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斗机的国家 在去年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 比利时、英国、丹麦、荷兰等多个北约成员国承诺 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 并提供配套培训 不过北约各成员国对战机使用限制的观点 并不一致 比利时首相 格克罗于5月28日表示 比利时向乌克兰提供的所有的武器装备 包括F16战机在内 只能在乌克兰境内使用 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则于5月30日称 如果乌方使用F16战机越境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也符合战争的规则 俄罗斯方面曾表示 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直接的卷入冲突 是在玩火 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指出 任何包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物资 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 他表示 美国和北约正在直接卷入冲突 克里姆林公此前表示 美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无助于谈判 会产生负面影响 据俄罗斯卫星通学社报道 3日针对美国总统拜登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 攻击俄罗斯领土一事 俄外交部部副长李亚布科夫表示 俄方警告美国不要犯下严重的错误 其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李亚布科夫说 我方要警告美方人士 误判可能会带来致命后果 由于一些未知原因 美国低估了自身可能遭受挫败的 严重性 李亚布科夫特别指出 俄总统普京对此事发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警告 需要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 并呼吁美方认真研究普京的讲话内容 报道称 针对西方有关允许乌克兰打击俄境内目标的言论 俄方认为这种做法独莽轻率 且是在挑起与莫斯科的直接军事对抗 克里姆林公此前表示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无助于谈判 会产生负面影响 俄国人看出后面局势不利 急想谈判 二战时 日本侵略了中国禁办的国土 一个劲就想和谈 好吞下已经到手的领土 但国民政府会跟他谈吗 正如当时南洋的著名爱国华侨 谈家庚先生的一句名言 敌位出国土前 言和即为汉奸 在乌克兰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 一则震撼人心的消息之前 有俄罗斯反对派报纸揭露 揭示了俄罗斯军方内部对于拒绝参与 法律程序审判那些拒绝参战的军人 而是直接将他们送上前线 这一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与谴责 战争研究所的初步评估指出 俄罗斯军队在北方集团的推进中 遭遇了显著的人力平静 这促使俄罗斯国防部采取了极端措施 来补充前线兵力 报道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 数百名因拒绝参与敌对行动 而本应接受审判的军人 却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 突然被派往哈尔科夫及顿涅茨克地区的最前线 这些士兵从等待审判的囚禁状态中被释放 不是为了恢复自由 而是被迫走向了他们曾经坚决拒绝的战场 尤为令人震惊的是 报道透露至少有170名的士兵的审判过程被无故取消 他们在调查人员 调查官乃至自己的律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往战取 这一行为不仅严重违反了基本的法律强性 也剥夺了这些士兵的基本人权 凸显了在战争压力下 法治与人道原则的脆弱性 报道进一步的揭露 俄罗斯当局甚至动用了人身暴力 迫使一些士兵自愿的前往乌克兰作战 而对于其他拒绝服从命令的士兵 则采取了更加粗暴的手段 在枪口的威逼下 直接将他们从拘禁场所带出送往战斗一线 这种赤裸裸的强制行为 无疑是对个人意志与尊严的极端蔑视 更深层次的援引包括克里米林宫内部消息 原在内的多个渠道信息 指出这一系列非常规部署 是俄罗斯军方为优化兵力配置 其中优势兵力于关键战线所采取的策略之一 通过将应征入伍者及部分预备艺人员 填补到非战斗岗位 俄罗斯试图腾出经验丰富的战斗力量 以增强在哈尔科夫州北部的攻势 然而这一策略背后的代价 却是无数普通士兵的自由与生命安全 俄军方的这些做法 不仅挑战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也激起了对于战争中个体权力保护的广泛讨论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当法律与正义的天平被如此轻易的倾斜 每一个灵魂的挣扎与牺牲 都成为了对文明世界无声的拷问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如果您认可大雄的节目 不妨给大雄一些打赏 为正义发声 感谢一路上留你